大家好 今天又到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但是那个牌没了 所以今天只用拿手机看着跟大家说啊 看看最近大家呢 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这个网友ERIC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您常在节目里讲 中国古代国家呀 它的疆界实际上呢就是控制范围 那想请问袁老师 贪婪的北极熊俄罗斯占了那么多土地 实际上呢也是地广人稀 他们在这几个世纪的扩张中 真的有办法有效的控制 他们占来的土地吗 他们占这么大的疆域 民族有多元 在未来都有办法确保他们 不会风崩离析吗 求袁老师翻牌 先说你的第一个问题啊 你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啊 这个问的是历史 说他们怎么来有效的控制 他们占的土地啊 这个你比如说你像俄罗斯 他的欧洲部分 他是绝对能够做到有效控制的 因为他这个地广人稀啊 你是把俄国人摊在这个 整个他这个国土范围之上 是地广人稀 但是在欧洲部分 其实他不能算这个地广人稀 莫斯科也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市呢 那也没比巴黎和这个伦敦人少啊 对吧 所以他也比纽约人也不少啊 所以在这个19世纪以前 就他的欧洲部分 包括这个莫斯科公国 在刚开始扩张的时候 他吞并掉的 比如诺夫哥洛德呀 什么梁赞呀 特维尔啊 包括后来的什么 喀山汉国 阿斯特拉罕汉国 这都没有问题 这都没有问题 你说那个地广人稀啊 是在他的远东部分 或者说是在西巴利亚的 这个远东部分 确实是地广人稀 但问题是呢 那个地方因为地广人稀 所以也能够做到有效的控制 一小只军队 一个殖民据点 他就能控制那么大的地方 因为毕竟 俄罗斯是一个火药帝国 对付这个 像那个楚科奇人啊 什么这些个原始民族 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是到了这个19世纪 他又开始修这个西巴利亚大铁路 能够把欧洲的这个物资运过来 你甭管多困难 他是能够运过来的 包括日俄战争的时候 他从那个欧洲运来这么多兵力 跟日本人对抗 他的补给线比日本人长得多 实际上 所以他是能够做到 对这些地方进行控制的 后来到苏联之后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那现代的话 你说俄罗斯他不控制这些地方 那谁去占这些地方呢 地广人稀的地方 资源再丰富 谁去投入去开发呢 所以他占这些地方 控制这些地方 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至于他以后 会不会分崩解体 这个呢 也不好说 那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毕竟俄罗斯民族 在这个俄罗斯里边 在俄罗斯这个国家里 还是占绝对的多数了 那么除了这个俄罗斯 这个民族之外 他的第二大民族 是达达人 达达人只有几百万人 就是这个当年蒙古军西征 跟当地的突厥种混血 形成了这个民族 但他基本上已经被看作是一个突厥种民族了 这个俄罗斯的蒙古人呢 只有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 剩下的像他的达达什么这些 这个这些地方 他都只能算是突厥种 他们信仰的也是伊斯兰教 只有这个卡尔梅克图瓦和布里亚特 是信奉的藏传佛教 信奉藏传佛教的是蒙古人 信奉这个伊斯兰教的就是突厥人 就是达达人 你这个民族是第二大民族 但只有几百万人 跟上亿人口的俄罗斯人有1.1亿吗 他一共俄罗斯联邦是1亿4千多万人 这俄罗斯人有1.1亿 所以你想他就几百万的 这么样的人口的一个小民族 他如果独立分裂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历史他没法去展望未来 但是你从人口和包括他们控制的地区来看 说俄罗斯分崩离析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少数民族控制的地方也都非常落后 他独立了之后 他离开俄罗斯的母体 他也没法生活 一个道理 好 这个大钦钦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请教个问题 很多人说呀 乾隆皇帝面对马格尔尼来访时表现的自大 是不了解外国情况 但是很多书上面写着 乾隆打算派人出访法国 结果呢 路易十六被杀 让乾隆止步 而且呢 乾隆也知道英国试图渗透西藏等等 对外面的情况十分了解 请教这两个观点哪个对 有没有什么依据 你要是说这个观点啊 他这个不能叫观点 你如果说史实 这俩都对 都对 乾隆是想派人去出使法国啊 而且他也知道路易十六被杀 这个消息后来也传到了中国 他也知道这个事 然后呢 他也知道英国试图渗透西藏 这个确实他知道 但是呢 他仍然很自大 这个跟他自大并不矛盾 对吧 我派人想出使法国 我并不是觉得法国先进 或者我想跟法国建交 或者我想跟法国通商 不是因为这个目的去的 我知道英国渗透西藏 那又能怎么样 是吧 我天朝上国 岂是你这个这个蛮蚁小国 醉儿小邦能渗透的了的 所以就说这两个 那并不矛盾 我知道你要对我干什么 跟我看不起你 跟我觉得我比你强 并不矛盾 所以这个我觉得 没有什么可这个 就是就这没有什么可嘀咕的吧 咱讲啊 就这俩事儿是实际上在他身上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好 网友maylan GOW问了一个问题 说泰国呢 是军主力限制国家 但是军人长期干预政治 所以政局一直不稳 这也是泰国一直发展不起来的病根 泰国军方实际上才是国家的控制者 国会呢也好 国王也好 都在军方之下 那想请教袁老师 为什么有些国家民主化会出现军人主政篡权 而有些国家就不会呢 这就是这个优质民主和略质民主的这个差别 就是他打着民主化的旗号 但他不一定真的是在搞民主 你像这个拉玛武士王的时候开始搞民主 到这个拉玛武士王的时候把泰国由君主专制 就变向了君主力限制 那到这个拉玛六世七世八世的时候 甚至都废除了跪拜礼 就今天见着国王得趴地那种礼节 又废除了 但是拉玛九世的时候 他由于得到了军方的效忠 他又把这个礼节什么又恢复过来了 所以你说今天的泰国形式上是一个君主力限制国家 有这个君主的国家 有这个宪法对皇权进行限制的国家 但是你看任何国家君主制国家 除了沙达拉伯什么这些君主专制的国家之外 你看任何君主力限制的国家 绝对没有说君主神圣不可侵犯 你说了君主就判十五年行 绝对没有这种事 但是仍然在泰国有这种事发生 所以你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这是君主力限 它是民主政体 与其说它是民主的失败 还不如说它是专制的成功 这个意思 好啊 网友魏浩里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三十年老粉 三十年老粉 我二十岁的时候你就崇拜我 我这有点太过了 这不太可能 说对我二十岁我大学没毕业呢 对不对 说现代人都知道四大发明 什么菜伦造旨 请问这些事业在古代会被重视吗 当然不会被重视 这我讲过中国古代特别 你甭说中国古代 你就现在你看中国这帮文人 书法家 什么画家 书法以丑为美 歪歪扭扭的 写的丑陋不堪的那种字 奔放 有这个有个性 如果你写的工工整整的楷书 降气 降气 这就是跟印刷也能印成这样 那写字为什么要写这样 这不是艺术 画画也是画的四不像 什么都不像 这才行的 你说西洋人画的特别像 那照相机发明比你这好多了 你这画根本就没用 是吧 就他对这个工匠是非常的贬低的鄙视的 所以那你想他对这些个改进的这些东西 他能感兴趣吗 他对这个技术的进步 他能感兴趣 我已经讲过这个话题了 就是说这个 他对于这个技术的进步 他不但不予重视 甚至认为这是奇迹银巧 所以不会在中国古代重视这些东西 网友GIESON朱问了一个问题 说看袁瑟尔以前关于一战的节目 其中有一段呢 讲俄国退出协约国 是因为这个战争呢 是俄国国内矛盾激化 那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在美国呢 看到有历史片 说这个列宁原本流亡在德国 被德国政府培养和资助 并且呢 派遣回俄国发动革命 条件呢 就是让德国 让俄国退出一战 这是真的吗 现在这种说法非常多啊 包括这个德国的明镜杂志 专门出过这么一期啊 叫做这个德皇的革命家 这个列宁不是流亡在德国 是流亡在瑞士 然后呢 说是鲁登道夫派人去找到他 给了他大概几百万金马克 然后让他做德皇的专列 穿越被德国占领的这个国土 然后到了这个芬兰 从芬兰入境 他确实后来是从芬兰入境 确实是从 但是这个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在俄罗斯公布这个 全部秘密档案之前 这个我觉得也不好说 尤其中文这个中文世界 那对这个事记载了报道 那肯定会这个大大的滞后 但是呢 说条件是让俄国退出一战 这个可能没有 因为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因为他只要把列宁送回去 列宁一定会引发革命 革命一爆发 肯定这个沙皇就完蛋了 沙皇一完蛋 俄国就是不退出一战 一个分崩离析的帝国 也绝不是德国人的对手 德国人就会能完成致命一击 然后呢 再回失这个西线 你看那个最逗的就是 那个前些年那个大片 王牌特公 他的那个前传 最近我在网上看的 那现在电影院肯定没有公演 这王牌特公的前传 那里边也讲到这个 就是说那个邪恶组织 控制这个世界的 然后一开始让拉斯普京 去搞乱俄罗斯 结果拉斯普京不是被刺杀了吗 所以就把列宁派回 列宁就成功了 他在里面也这么讲 所以看来可能不是这个 至少八九不离十吧 是吧 好 这个 风流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囚翻牌 这几天呢 看俄乌战争 有卡车拉着模块化浮桥 以便于坦克这个过河 那古代的时候呢 没有现代化的模块的浮桥 从北往南打的话 如何渡过黄河淮河长江 这种天险河流 小河的话怎么过呢 那要浅的话呢 马和人就直接瘫过去了 那这个就你像那个女真人 既江河不用周急 扶马而渡 直接就过去了 那至于你说的这个 黄河淮河长江 这种天险河流 怎么过的话呢 就是用船搭浮桥 或者用船渡 直接就用船渡 或者呢 就是用船搭浮桥 你包括这个 女真人南下 包围宋朝的首都开封 不就找了那么几十只小船 然后就把六万人马 花了二十天时间 就渡过去 结果宋军一箭不发 所以这个完颜宗汉非常得意 南朝可谓无人意 若使千人守此 武备安德如此从容 他就拿船就过去了 如果这个拿船过去 不行的话 就用船来搭浮桥 一艘一艘的船连下来 贴上这个 铺上木板 然后搭浮桥那么过去 就是这个 有办法了 然后这个 好臣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十年老粉 这靠谱 不请自来 说请教圆楼一个问题 希望能被翻盘 为什么中国现在大城市 还有文庙 却很少听说 有五庙 就这个中国呀 它原来是这样 县县有文庙 村村有五庙 所以这个县县有文庙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县一级才有学校 就县往下是没有学校的 就没有官办的学校 当然了中国古代人读书的目的 就是为了做官 所以他那个文庙边上的学校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比如各级这个什么县委党校 市委党校的 然后中央党校的 像国子健就是中央党校 兼各级行政学院 所以他是有官生在那读书的 左庙右学 文庙的右边一定是有学校 所以这个文庙的规模建制什么的 就比较宏大 五庙呢 他是因为这个官宇是三教圣人 除了这个儒家 把他作为这个五圣 儒称圣 然后呢 这个道教把他作为福摩帝君 佛教呢 把他作为护法 齐兰菩萨 是中国唯一的三教 都把他当作圣人供奉的 所以他的庙就非常多 他又跟那个五举啊 跟那个学校啊 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五庙估计在这个 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改做他用了 你像最典型的就平遥 平遥文庙 那是一个国宝级单位 非常好 这个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去平遥文庙 看看史建于今代 他那个文庙特别好 但是他的五庙就变成一个幼儿园了 然后前些天还着了火了 那个五庙的大殿还给烧了 还着了火了 所以呢 就是五庙的这个保存状况 就明显不如文庙了 你看那个北京也是 北京的文庙就是这个 这个北京的孔庙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成贤街国子店边上挨着国子店 那北京的五庙在哪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 班禅的在 就班禅大师 石氏班禅大师 在北京时候住的那个官邸 那会儿那个庙呢 最早是纯王 纯秦王庙 后来到了这个民国的时候呢 改成了五庙 叫官岳庙 不但供奉官羽 还要供奉岳飞 所以中国古代的五圣人 后来实际上是两位 官羽和岳飞 所以五庙他就可能 就挪作他用的就比较多 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 好 这个雅努斯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你好 都说宋朝是个宽容开放的王朝 那么我们苏氏还能在乌台诗案 差点被去了脑 是否相比于其他王朝 苏氏所受的禁地 已经非常宽容了 求解答 谢谢您 当然 当然非常宽容 而且他这是因为党争的原因 对手要给他一个教训 想置他于死地 但是这个最后得皇帝拍板 皇帝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因为他不可能被杀 太祖皇帝的这个 这个世卑上刻着呢 不能杀士大夫 及尚书言士者 他就写了个诗无中生有 他怎么可能也不可能掉脑袋 两宋三百年 一品官被杀的只有两 一个是岳飞 一个是张邦昌 只有这两个人被杀 其他的 张岳飞还算是武将 其他的没有这个 文官被杀的事发生啊 这个乌台事案 如果要发生在明清 苏氏死八回也不够啊 所以这肯定是这个 相比于其他王朝 他的境地 是真的是非常宽容的 好 陷害侯 陷害侯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 这个 有人说啊 那刑审制度划定地方边界使中国地方习俗文化割裂从而避免了以前地方可以拥兵割据 据贤与朝廷抗争啊 那么问外国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地理划分防止地方割据啊 这个就就太有意思了是吧 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元朝以前啊 划分疆域都是以山川行变啊 就是相同的地方他给你画的一块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确实容易形成这个地域的认同 容易形成割裂 那到了元朝画形成了呢 就诚心把不同的地方给你画的一块 把相同的地方给你画成两块 那这样的话确实防止了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个造反怕乱 你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徐州 徐州你说跟江苏跟苏州那边 他民风什么的这差太远了 徐州典型的北方人呢 他跟山东那边非常相似 所以有人说就应该是 徐州那边就单出了一个中原省 就应该是是吧 所以他是防止这个地方割据 至于你说国外有没有这样的划分 国外用得着吗 欧洲他本来就都是地方割据 是吧 咱们讲过呀 欧洲日本都是州制国家呀 他们不是秦制国家 他本来地方就是分裂割据的 是吧 这个这个王权就很衰落 是吧 他这个疆域还用着这么划分吗 根本没这个必要啊 是吧 颖从琛啊 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原老是好 请问一下啊 二战日本侵略东南亚各国啊 在当时日本是否全民都在无限支持这种侵略行为 国内有没有反战声音 有没有当时清醒的日本人 或者说呢 被当成日奸的 有但是几乎就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啊 你比如日共啊 日本共产党那他就是反对这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那所以日本共产党两个领导人呢一个叫德田求一就被关进了那被关关到监狱了46年麦克阿瑟把他放出来了啊所以当时日本共产党是特别拥护美国占领的那还有一个叫野板参三这野板参三就到延安去了那就到延安去了就组织那个日本反战同盟啊这就是野板参三啊那你甭管是德田求一的那就是日本反战同盟啊 天求一也好野板参三也好那让人看这不就都是这个这个就属于这个什么就是日奸的这种行为吗啊还有一个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也是共产党员叫小林多喜二啊就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里折磨至死有但是这种人呢非常少见啊甚至包括这个日本的元老西元寺公望公爵是吧他是到这个193几年的时候还活着的唯一的元老啊元老就是辅佐明治天皇维新的那你想那个那个 当时西元寺公望可能是最年轻的嘛他是公爵你看西元寺家本来也是这个九清华家之一那日本的贵族第二等级清华家之一的那然后呢他们家因为有大公本来这个清华家只能封侯爵他们家封了公爵那他当任过日本首相但是呢他就反对这个就是无限扩大侵略特别是他就反对在中国扩大战争 就你九一八事变你占了东北就完了不要再扩大甚至包括石元寺尔也是反对扩大对华战争更反对去打这个东南亚所以石元寺尔1941年就转入预备翼了走到哪都现兵跟着啊有人反对但是呢就是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遍地愤青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啊 好 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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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吴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请教一下袁老师都战队是军队的警察或类似于宪兵武警吗不是啊都战队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在这个咱们循迹慢聊这个节目里讲过啊啊你可以把那期节目再拿出来再听一下 都就是临时组成的就是在战场上处决逃兵用的啊这个人员不固定有可能你今天督战第二天你就得上战场了你像那个呃这个宪兵就是军队警察嘛MP嘛那military policeMP是吧然后武警呢是维持国内治安呗那这这跟督战队完全是两码事啊好啊最近大家的评论呢咱们今天就回到这感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谢谢大家